教育部日前公布的最新统计 受到少子化影响 总学生数低于50年的小规模学校 比例逐年攀升 除了澎湖县将近6成国小是小校 花莲县也有近5成 花莲县教育处长李宇仁就表示 花莲小校夺是原住民重点学校 不至于走到裁兵校意图 但仍希望小校能够尽量做出特色 让学生获得更好的教育 并吸引外校区的学生 根据教育部日前公布最新的统计 因为少子女化影响 总学生数低于50人的小规模学校 比例逐年攀升 目前台湾18.6%的国小是小校 有8个县市超过三成国小是小校 其中花莲县就有48.5% 将近5成的比例 面对小校问题 裁兵校的讨论从未停止 花莲如果我们以50人来看 50人以下的学校 花莲大概有54间学校 大概占了我们学校的一半以上 如果以30间的学校也有大概20几所 所以因为这个是少子化之后的必然趋势 再加上我们花莲县人口外移的部分 所以会造成我们现在学校的数量很少 那会面临我们要处理几个状况 就是当小校的部分 我们当然希望学校能够做出特色 但是有的时候是他学区里面的就学的人数 其实学区里面的人数就已经非常少了 所以即便需要再有特色的时候 其实他没办法吸引外区的学校 所以这时候学校就必须要做一些策略 包含他可能会有混淫的教学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说是不是有一些方案 包含说如果说学校可以做一些双语的一些特色 让吸引外学区的学生可以来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条路是 如果说是我们现在有公报名的相关的规定 那是不是学校可以有公报名的部分 这个都是我们会研议的几条路 那当然有一些人会谈到说财病校 那目前因为财病校的部分 在我们财病校的办法里面有规定到 说如果是原住民重领学校 他回到原住民交易法的部分就规定 那原住民交易法的规定是 他必须要在学区的人口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才有办法执行财病校的事情 所以目前的这样的规定 其实在原住民重领学校的区域 那花蓮大部分的小校 就是属于原住民重领学校 所以他其实是在执行财病校的 这个措施来讲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只能够让学校做出它的特色 然后来让学生能够获得很好的教育 也能够吸引外学区的学生 比较十年来趋势 98学年度全国有182所国小是小校 108学年度则暴增至489所 李渔仁表示 小子化是必然的冲击 尽管花蓮资源不向台北等都市来得丰富 仍期盼花蓮各级学校做出特色 让在学学生获得更好的教育 未来也能吸引外学区的家长和小孩入学 记者长方业华联师报导